它可以吃到爆炸滿的海鮮 單是魷魚就將近二十公分 一旁還有孔雀閣金錢豹 還有鮮魚 老闆甚至還推出了 花雕雞鍋燒刀削麵 和麻油鮮蝦鍋燒雞絲麵 多樣選擇讓人吃過一次 就會想要回頭再來捧場 一個禮拜大概是來量三次吃早 它的食材就是掉很多 因為你通常它的這種的價位 你在外面吃不到這麼豐富 之前看這邊店外面都很多人 剛好今天比較早出來 所以就過來這邊 進來吃喝看 我們吃那個都不進拍片劇組 我覺得它就是量很多 它就是都大一碗 然後就是吃起來就特別飽 這間讓本土劇製組 阿樂蓋的鍋燒麵店 開店剛買一年 但十點半營業時間已到 外送的電話就開始響個不停 來 這樣就好了嗎 好 喂 今天問妳好 就這樣那要送哪個大樓 醫學嗎 就是這邊就是一百塊 然後就可以吃到 料滿多的 然後量也給人 就對我這種學生來講 我覺得算是滿值得的 那我之前都是中午滿吃的 那幾乎晚上都很好吃 所以對小隻就來講 其實氣味值非常高 海鎮配鍋燒麵面是標配 但黃蕙麗搭的料外面很少見 而且客頭大 單單特選鱸魚 就佔了二分之一的湯碗 我們的鱸魚都特別有挑選 就挑那種特別大塊的 像這種尺寸 可能都比我的手掌還要大 等一下來之後發現 好大一塊鱸魚 基本上是已經快要半片了 半片鱸魚 而通常只是點綴用的金錢豹 在這裡成了主角 每個都比五十元硬幣還要大 一碗放上八大鱸 還有白蝦 孔雀閣 光看就覺得過癮 來 大海鎮喔 謝謝 來看我們用 從客人驚訝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有多澎湃 主角大鱸魚長度將近二十公分 加上白蝦 孔雀閣 金錢豹 鮮魚松板豬 舉凡海底油的 地上爬的 統統都塞好 塞滿 剛才上餐的時候發現 哇 真的很大一碗 你看這個蝦子 這蝦子就兩餐隻 然後還有這一條大魷魚 這個我如果去全年買 一條大概要 可能要一百三 一百四 黃慧麗的鍋燒麵王國 只有海鮮大君當然不夠 腦筋動得快的他 還研發出花雕雞鍋燒麵 一樣是超大的雞腿肉 在他細心的挑筋去骨 而且切成一口大小之後 加入鹽 糖 花雕酒和泥酒攪拌 連上一天即可與招牌鍋上面 一起煮 醃製入味的雞肉塊 把花雕的香氣帶入湯頭 最後放上一大匙的枸杞 一碗養生的花雕雞鍋上面 便大功告成 滿特別的 就是別家看不到的 一般我們做花雕雞 會有那種酒的味道 但是它是比較清甜 而未處濕氣重的龜山 黃佳麗懂得熱湯 對當地人的重要 所以她又想到 用老薑爆炒過的麻油 加入了鍋燒湯口中 並把麵線改成雞絲麵 而且放入北美的大白蝦 外面吃不到的海鮮麻油燒雞絲麵 即可上桌 那來到這邊就是看到說 有麻油配海鮮 滿新穎的 蝦也給得很多 然後麻油的味道也很濃郁 一定是食材要新鮮 對 這個一定是每天這樣 每天在食用 還是保持最初衷 就是一定要功夫吃得飽 黃佳麗的鍋燒麵 每天從早上十點半 賣到晚上十點 每天看弟弟是忙得團團轉 但是客人滿意的笑容 是她最大的動力與幸福 炸到金黃酥上的饅頭 是可以淋上黃澄澄的起司醬 或是誘人的巧克力煉乳 除了有甜的口味也有鹹的 像是喝風柴魚收 黃金香蒜 還有限量供應的蓋式龍蝦 在饅頭上刷下香蒜 還有手工起司醬 再擠上滿滿的龍蝦沙拉 最後以大火炙燒香氣爆棚 老闆夫婦希望未來講到 台灣的代表美食 除了珍珠奶茶 還有這道吸睛美味的炸饅頭 這種東西就是要現炸 然後它就熱騰騰的 外面很酥脆 然後再去做淋醬 淋醬灑粉 老闆娘林依林 至今會神專注於眼前作品 這一份份看起來像是法式甜點 但實際上是變裝過後的炸饅頭 它很不像饅頭 真的很像在吃 對 甜點的一樣 還滿驚喜的 很漂亮的一個裝飾品甜點 對 真的很不像饅頭 不只客人驚呼不像炸饅頭 就連事業夥伴 當初聽到這個構想 都毫不客氣的當面踢館 第一次碰到他們 你有比董蘭的好吃嗎 你來踢館 就有點像 跟一般印象中的炸饅頭很不一樣 他們家的饅頭 個頭迷你走精緻路線 夾爸更加夾咖 下午的八十份訂單 三點得要外送 十二點多小小的工作廚房 就已經忙碌了起來 常常訂單有時候 一個下午可以接到七單 那個時候很誇張的時候 每三十分鐘 就可能要切很小的單位 去算我們要出餐的時間 然後人力啊 多少人要排進去 兩百度的油炸機 暗潮洶湧 要酥炸冷凍饅頭 一批只能下四顆 才不會讓油溫掉得太多 讓炸饅頭變成油饅頭 越高溫它炸的時間短 會比較不稀有一點 裡面保持的是冰的話 那它下去會比較不容易稀有 炸太少 它可能裡面還是冰的 那你炸太久可能 因為油溫高溫可能外層就攪掉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需要一點 小技巧在裡面 老闆的小技巧就是用定制的壓網 將原本在油面上載浮載成的饅頭 一網打進做沉浸式酥炸 就能夠縮短油炸時間 而所謂的饅頭 其實是剝了皮的銀絲捲 增加了炸的那個表面肌 因為它凹吐凹吐嘛 那外面比較吐的地方 受熱比較多 油炸比較多 它就會外面那個凹吐的地方 會很酥脆 精準的火候功夫 造就外酥里嫩的炸饅頭 搭上起司 香蒜照燒等各式醬汁 和奶粉 花生粉 巧克力粉 組成的十多種口味 色 香味俱全 又或者饕客蠢蠢欲動 台式傳統口味芝麻花生 用的是五十年老店 研磨的新鮮花生粉 香氣撲鼻 而起司醬灑上黑糖粉 和蔗糖炙燒 脆皮口感 鹹甜甜甜 十分討喜 早上很喜歡偷吃那個 柯寧奶粉 就想說煉乳 然後自己可以灑滿想吃的 滿滿的奶粉 覺得很幸福 龍蝦沙拉醬 上面有一些小龍蝦跟一些蝦卵 然後去炙燒 香味就會特別明顯 要做出區別 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 在做這些醬料 不用市售的現成品 天天花時間熬煮醬料 在饅頭上 焦零滿滿的用心誠意 也收服了一票死中粉絲 起司的好吃 每一個都好好吃 每一個都好好吃 對 每一個都好好吃 對 林依林從小就有開店夢想 23歲時 就曾經頂下小咖啡廳當老闆 雖然以失敗收場 也累積了生意經驗 越錯越勇 結婚後 周班若一樣 不想當平凡的上班族 福建倆打定主意 一起創業 三年前 他們發現熱鬧的林口長根商村 有罕見的店面釋出 年輕人衝勁十足 勇於行動 把握機會 還不知道要賣什麼 就先把店面租下來 那個時候年輕 所以沒有想那麼多 有點到現在 其實有一點年紀 就覺得好像有些事情 想要去做去執行的時候 會綁手綁腳 年輕的吃貨夫妻 平常就喜歡開車 全台吃透透 討論之後覺得炸饅頭 北部少見 又可以有很大的改良空間 於是發想 試做 薄皮的特殊要求 被眾多的饅頭廠商打回票 折騰了半年 終於搞定 讓夫妻創業兩年 連開五間分店 生意搶搶滾 每次都是我們在主持的交通 就是客人已經排到 車子都過不去 曾經接到一單十二萬一單 那一天只從早炸到晚 一整天炸到後面都快往生了 不過好景不長 正準備加速衝刺的事業 遇上了疫情考驗 餐飲業受創嚴重 全收 全部倒 因為每個月都賠二十幾萬 一直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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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了三個月 四個月 我想不行 他們不灰心喪志 以退為進 轉進租金便宜的巷子內 希望留住既有的客員 而要開園先節流 夫妻倆發揮設計專長 自己動手裝修店面 也做成了獨一無二的專屬風格 我們只能一直不斷地進行 各方面就要持續學習 林逸林和周班若不放棄 持續開發新口味 搭配飲料品項 加強網路生傳 終於挺過了疫情挑戰 人氣只比油溫更熱烈 大家對台灣的印象是 珍珠奶茶 我希望有一天 大家對台灣的第二個印象是 炸饅頭 方法是人講出來的 然後只要你不停下來 方法永遠可以克服你 好囉 雖然炸饅頭還沒成為 寶島美食的招牌 但老闆夫妻倆不認輸的拼勁 絕對是台灣年輕人的認真剪影